里面就是那个镜子 开一个小洞口 然后把那个镜片植入进去 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 我一点已经能够看到东西了 一直以来我都是戴contact lens 但是今天呢我就要去检查我的眼睛 因为我想做手术 就是永久不用戴眼镜 然后我的近视其实还蛮深的 所以呢每次一没有戴眼镜呢 就很痛苦 看东西就是一片膜 然后戴contact lens戴长期的之后呢 大家就会说 哎你怎么看起来很累啊 眼睛好像很肿这样子 其实就是戴contact lens潮湿 另外呢如果戴上口罩更辛苦 你看我一呼吸 哇那个镜片直接是变萌的 然后你就看不到 所以是蛮危险的 看我一下车 哇直接是模糊掉了 如果你是有戴眼镜的呢 你就会懂我所说的痛苦 尤其是我们吃汤面的时候 那个水蒸气一来那个镜片就是萌掉 所以现在话不多说我要马上出发了 Let's go 那我现在开始填写资料 然后这个安全性其实是很高 它是高达98%的 如果你是做ICL LASIK的话是98%咯 哇都是98% 对 ICL呢其实是在我们的眼睛 眼角膜那边 然后开一个小洞口 然后把那个镜片植入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LASIK LASIK的话才是把眼角膜放上来 然后在上面做蕾色 紧张的时刻来了 现在要去查我的眼睛 然后会把瞳孔放大 以前呢每次就是 咽眼睛进室的时候 都会看这个 干净我爱 你会知道干净吗 是 是 我都知道 哦 这个是一个热气球 Baloon Baloon 来到这个机器就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来查看你的蕾色 就是它会拍摄你的眼睛 是吗 那个眼睛 那个眼睛的眼睛 眼睛是什么 你的神经 啊 神经线 哇 你知道怎么说中文 哦 你说中文 你跟我说中文 是吗 哇 这个很特别 这个是看你的眼角膜 有多厚是吗 你要知道你能不能做手术 就是在这个机器 哇 希望我是可以的啦 一边三个测试 一边三个测试 所以要六个测试 我看到很多白光白光 然后现在闭上眼睛 很多的蕾色跑出来 OK 经过初步的这个验了之后呢 基本上好像是可以做LASIC 又好像可以做这个ICL啦 所以等一下我们等这个医生的Advice 经过了这么多测试之后呢 我们还有去到最后一个测试就是要量你的眼泪 所以刚刚验的眼睛我的度数是左边550 这边450 就和我原本的这个度数一样 量眼泪呢 是为了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干咯 如果是眼泪太干 眼睛太干的话呢 眼泪它就可能会比较少 分泌的比较少的话 可能做有一些好像LASIC 这些手术可能就不适合 我眼泪 哈哈哈哈 什么样子 我不懂 原来我说你有眼泪的人 我的眼泪很干 哈哈 你看哭也没有眼泪 就是把瞳孔放大了 然后再看你的度数准不准确 好了 现在瞳孔放大我看灯哦 然后它会好像特别亮 哈哈哈哈 不过是ok的 是ok的 见doctor的时候呢 我们要seek for advice 看适合做什么东西 然后我的眼睛什么状况 哈哈哈哈 你常去戴隐形眼睛的 其实你的眼睛是有点偏干 偏干啊 对 通常做LASIC的话呢 那个眼睛稍微会变得更干一些 啊 然后第二呢 如果说ICL的话呢 它完全不会动到这个眼角膜 嗯哼哼 所以有干眼的人 会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做那个植物镜片的啦 对 对 谢谢doctor 我们再见 ok 所以是可以做手术了啊 手术差不多是一个眼睛十分钟 所以整个process要准备到整个过程 大概要stand by三个小时 那我们就期待手术当天 耶 早上 终于过了13天 今天是10号 我要去动手术了 然后医生说呢 动手术前呢 要就是先洗头啊 然后整理好自己干干净净 也不可以化妆那东西 所以呢 我都做了 ok 因为等下动手术之后呢 我不能开车 所以呢 需要找朋友带我过去 哇 我不懂怎样形容我的心情 我真的是很紧张 因为我有看到一些video 就是 睁开那个眼睛 然后就是切切切 然后就塞那个镜片进去 应该 嗯 忍着忍着就过去了 我又回来这个地方了 到了 现在要准备进去 ok 今天回到这边 然后 要再check多一次那个眼睛 然后手术前 需要量血压 要量血糖 做这个植入镜片的话呢 一定要涂孔放大 才能够把镜片植入在眼睛里边 好 Denny 现在我们开始要放药水了 你的眼镜呢 可以先收起来了 我们不需要再带它了 我以后 也不需要再带它了 yes 哈哈哈 要给瞳孔保持开 直到手术的时候 做你的瞳孔要开 大概 呃 就学到一把大线这样吧 因为今天是要做手术 是要开的比较大 然后要保持比较久 所以我们就会持续美食 到休息在当地 哈喽 这个就是ICL啦 然后里面就是那个lens 现在你们看不到 看到谁属于这样子 我看到那个灯啦 本来是这么大个的 它就闪闪的样子 就好像你肉眼看太阳这样子 就是你不会看到一粒太阳 你会看到太阳是闪的 比较刺眼 因为你瞳孔放大了嘛 好啦 现在要进去那个手术房了 嗨 医生 嗨 医生 嗨 医生 他们在动手术 我们在这里要等 跟其他医生一起等 等下呢会先做右边的眼睛 做好之后呢 休息20分钟 再做左边的眼睛 插眼睛 哇 要进去了 我很紧张 哦哦哦哦哦哦哦 其实应该不紧张的啦 我看大家出来都很快 OK 我头要坐在这里 我要躺下去 因为大家最想穿到手术的过程 所以呢 我就给你们看一点点 OK 今天你先做右边的眼睛 呃 右边的眼睛 OK 现在你闭上眼睛 我现在要把眼睛放在这里 这就是要闭上眼睛 然后你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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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感觉像做肥皂的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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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好 好的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 今天的进气的那个锅前 没有差别 这个也紧紧 或许会 很好 蘸一下 蘸一下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更加热 OK 很轻松 现在刚做好了一点很轻 一开始是很紧张 但是做我的过程啊 你是不会feel到任何的痛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只是feel到好像有人在 动你的眼睛这样子而已 你好像在发梦这样子 然后一下子就完成了 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 我好像恢复生命这样子 我一点已经能够看到东西了 当然现在因为你痛苦还放大嘛 所以看东西还会闪闪这样子 不过是可以清楚的哦 等一下要弄你左眼 好了现在到左边眼睛 我有心怀了 第一次会比较紧张的心情 但是现在第二个眼睛就比较OK 没有这样紧张了 好 看这个眼睛 对眼睛 再来一点点 再来一点点 很快了 一下子就完成了手术 哇 好不可思议哦 哈哈哈哈 要休息多休息 我终于看到了个眼睛 现在目前是我看东西是 清楚 只是因为现在有那个瞳孔放大嘛 然后你看那个灯会比较亮一点点 一点痛都没有 甚至是一点痛都没有 因为之前我还不敢相信 诶 吃咩不会痛咩 那个东西叉叉你的眼睛哦 但是真的不会感到那个痛 所以今天要休息 然后尽量的睡觉 等一下验了这个眼睛之后 就可以回家 然后明天再来查我的眼睛 所以今天的话呢 就一直在热它吧 大概24小时吧 OK 保护它 另外的话呢 我们今天呢 除了有眼睛水之外呢 现在我们也有些药要给Lani吃的 好啊 所以这些药呢 是帮你沾你的那个眼睛的 Made in black 哈哈哈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然后我刚刚就带上他们给的这个 墨镜 保护眼睛 现在回去休息 OK 明天再Update 你们 The next day 早上 今天是动手术后的第二天 哇 真的很兴奋 一醒来 不用带镜 不用带眼睛 你就可以马上看东西 非常的清晰 然后因为昨天我睡了一整天 然后今天起来 的确有比昨天清晰了很多 但是眼睛还是会feel到一点点的gradual 毕竟昨天有点动手术 事先是 perfect啦 我两个眼睛都很绝对了 这个怎样 OK吗 OK啦 不会痛吗 不会 OK 昨天我有放了上面叫做 有了 他擦眼睛不会痛 很多人问我 我叫做 不会 好啦 经过医生检查之后呢 我的这个恢复力呢 已经到达80% 所以呢 在休息再过一个星期呢 他就会比较 呃 看得更清晰 也就是normal的 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摆脱眼镜 也想要做LASIC 或者是这个ICL的话呢 你们可以放心去 真的很方便 所以在一个月之后呢 我再update你们 看有什么状况 耶 耶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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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